社會交友也好,學校交友也好,家庭交友也好 昨天今天的社會暖腔 我們在法律的執行,剛才你也有說到 在法律的執行的過程中 尤其法務部門 你們的求行 加到司法單位 你們的盤行,是不是有出問題 作成這個人 無供給嘛 你們把法官都調去做台法官的助理 還是法官都已經暫不住主宰了 你們大家都不同感 主席,我請處長和復必處長 好,請次長跟復必處長 超處長 你好 辛苦 人家說在暖色要用檔電 照理說 民主社會到現在這麼多年了,是不應該還有一件事 可是社會交友也好,學校交友也好,家庭交友也好 作成今天社會的暖色 可是 譬如剛才華議員說的 單單一年,幾年一年 年輕人 一萬兩千三百幾乘 南修特別接受這兩三項 因為媒體募工 做生誤情的法連 民心紅紅 我們的國家現在消主法是有夠嚴重的 相信你們在國安團會你們參加的會議那些 這一定是變成國安的問題 年輕人得手就是怎樣 加亂來不加結婚 加結婚不加生兒子 加生兒子養不去 變成一年培養一年少人 這是一個事實 人就在消主法 孩子越生越少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用法律 來對他國家保護 還讓他做生這個 我們搶害後 這對我們國家的 所謂國安的問題 當然未來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加重機性 還是在行動加強 相信不但你認同 社會也認同 不過本年會一九年才修而已 一九年才修而已 為什麼現在要再修法 是不是表示我們在法律的執行 剛才你剛才說到 在法律執行的過程中 尤其法務部門 尤其法務部門 你們的 求行 加到司法單位 你們的盤行 是不是有出問題 尤其這些人 無空氣嘛 我就看到孩子 以前你看靈體 地勢 那是大型 結果現在在 不發事的孩子 在一個最信賴的 兩個地方 一個是家長最信賴的學校 我如果孩子送去學校 我就很放心 一個就是什麼 女婦 對不對 我送給女婦 我就很安心 結果屬不低 這兩個地方 這一萬兩千幾個 多數都在這個地方發生 所以我覺得 對這個行動 其實怎麼加黨 我相信你們也不會有意見 不然就是 你提供的專業 比如說七歲 六歲 三歲 十二歲 十八歲 這七歲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的國家是 公正義務教育 七歲你來學校討斥 有人把你領地的時候 東財基幹 或是老師 付得的過程中會發覺 所以七歲以下是沒有 最嚴重的發生 也差不多都在七歲以下 所以對這個問題 修法 我今天要和你們兩個 探討就是說 四歲二三 台法官 要践對這個 緩度四行的變動 當然這個案件 這款的行動 是不是要 犯四行 是不是可以定告這個行動 這讓本會繼續討論 但是 對著台灣 不斷這種 怕心動脾的案件 不斷發生 四歲二三 我們的台法官 發展要來辯論 緩度四行 市長我請教你們 今天補長我都沒有來 補長我已經心情不美麗了 所以請你來 你怎麼知道法務部 要派什麼人去代表 出席這個會議 市長 檢查市長 郭市長 準備好嗎 準備好了 有信心嗎 有信心 我跟委員報告 那不是台法官要做的工作 要施行不施行可以討論 但是要 立法行政 這個機關大家有共識 立法機關是最貼近民意的 如果真正要使用 我們立法 立法院來弄 不用施法院來弄 因為 他們是不斷說 我們 國家已經簽署 有你們的公約 紀念你這樣說 台法官在 上個我的概率裡面 如果是武器 到處 加石出的 再犯的時候 不能再一次 再跟他25年 應該跟他5年 至10年 10年 至15年 都他在庭上 他心想 北施本意 立法的犯規 你覺得他有這個陷阱嗎 那個 我又不要替你們講話 我跟你們說 這個工作 專家人 八成的民意 現在又是反對 84%以上 就八成以上的民意反對 你要頂接全世界 我們說 我們要看全世界 對四行的 看法到他們的 實際上的做法 幾個國家 要處理四行的 都是大家經過有共識 之後才處理 所以說 你最近法務部 這次去辯論 有信心 這樣你對台法官 最後的裁定 會有信心嗎 那是我們台法官 今天你副秘書長 也在這裡 我先問你啊 我們有信心 沒有信心 不可以直接說 因為我們努力就好 你都會跟 你都會跟 暗示啊 你暗示節有六關嗎 我暗示會叫五次 對啦 我就在這裡 這樣我請副秘書長 來 副秘書長 我看你們台法官 最近 最後幾歲 這兩個案出來 我真不信心 這個四月二、三 辯論了三個月 來就要採 可是 你如果把它採定出來 是真的廢毒四行 我不知道你跟 下青町的高情怎麼 這個採了 有可能他五月二十 就這樣 就這樣 馬上就碎白腳 民意的翻譜 喔 副秘書長 你對台法官 憲法庭 一半四月二三 你有什麼看法 各位報告 我主委 我是 行政黨員 我是算幕僚單位 我們本身也不是台法官 你秘書長就沒有來啊 我們秘書長 他本身也不是台法官 他也不會 是要對 台法官這個 將來會怎麼判 你們把你們做法官都 調去做台法官的助理 海法官都已經 贊不到主宰了 你們大家都不同感 沒有要替人說 沒有要替記者 才法官說一些話 對不對 參法務部 人要要求對家 人員 我們都說 台客要支持 結果你們定條 呢 定條到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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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我們來對家說你們最高法院你們要對家多少人 跟委員報告齁 我們最高法院沒有說要對家人 我們現在是整個司法 人不夠 我們去跟 去跟人事總署去跟行政院求說齁 拜託的 我們總緣合法 可以解討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去跟檢查官辦那麼多案件 那連一個詐騙的 起訴了 到法院大家都親盤 檢查官做到 人民意 結果到法院親盤 親盤 法官說他沒辦法 對不對 案件那麼人家 大家都辦到加班 原來人力就換 你們上頭一樣挑戰 所以 拚到沒了就是這樣 我請教最後 四月二三 你對待法官 廢都四行 這個辯論 法務部長說他有絕對的信心 可以捍衛 現在超過八十四%以上的民意 你相信 你是行政人員 你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我相信 我相信 大法官應該會 斟酌各方面的那個立場 我們作為行政 我們不方便表示一點 但是希望大家 對大法官要有信心 對於有信心是 不會廢毒就對了 我告訴你 我們不知道結果 我剛才給你問的意思 有信心的標誌 是會讓我們的法 法務部的立場會建成喔 我給我們報告 因為大法官 你是對台法官有信心 不是對法務部有信心 齁 市長你有聽到嗎 不要誤會 他的意思差不多 他的意思蓋你差不多就對了 這個說好清楚 不然你回到現在網路人會找你啊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是 是幕僚單位 我甚至連大法官會議 我都沒有去探討過一次 所以 各位 你來這裡的英國 你跟蔡碧仲的草有夠多 是是 他的英國就很麻煩 是是 人家說台語台到七 講話要講早期 你都講一半 是 因為我們的五次 現在市長就還替我替你解釋 叫我不要五次你 因為法務部 本身是當事人嘛 他可以補你的立場 好 謝謝你 部長 市長 要加油 這條飛途四行 我告訴你千萬要修好 感謝您的收看 請訂閱支持唷